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了解 特朗普27号晚间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签署约2.3万亿美元一揽子支出法案 从而避免美国政府于29号停摆 在签署法案后 特朗普发表声明继续表达对这些条款的不满 理由与先前一致 就是嫌给大家发的钱太少了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也让我泱泱大美国很没面子 他说 我已经告诉国会 我希望减少浪费性支出 让更多的资金以每个成年人2000美元和每个儿童600美元的形式发给美国民众 虽然最终这个想法面对现实无法实现 但是不得不说 特朗普这次确实是想在卸任前 实实在在给纳税人们一份大礼 刚才小编说了 这份钱最快将从1月1号起发给大家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这笔钱将怎么发 发多少 谁能领 啥时候能到吧 早在一周前的12月20号 国会议员们就再发9000亿美金的第二轮纾困提案 以及全年的政府支出预算法案一起达成协议 根据协议内容 每人发600美金 比第一轮的1200美金减少一半 而具体的规定其实与第一轮发钱相差不多 首先就是单身年收入低于7.5万美金 夫妻收入年收入低于15万美金的家庭 每个成年人发放600刀 而超过该收入标准的个人和家庭 纾困金将相应逐步减少 同时 夫妻双方中未获得绿卡的合法移民 也同样具备领取资格 虽然给大部分人发放的救助金都对半削减 但是有一类群体在这次补助中是个例外 那就是儿童 这次每位受抚养儿童也能领到600美金 这比先前的500美金还多出了100 以上就是政府将直接发放了纾困金 而还有另外一部分的失业金 也与之前有了变化 那就是也被砍办 政策规定 失业人士除了可以领取本周失业金以外 还可领取每周300美金的联邦失业补助 每月大约1200至1500 一直到2021年3月14号 发放2840亿美金可宽数贷款给中小企业 这笔贷款将更加注重发放给少数族裔 妇女企业 通过第三方机构等方式发放给小型企业 同时扩大非盈利组织 当地报纸 电视 广播电台等媒体的申请资格 另外 200亿贷款拨款给低收入社区 150亿贷款拨款给独立电影院等文化机构 除此之外 还包括交通运输补助 学校补助 租房补助 抗议资金等项目 一共总计发放9000亿美金 这的确是比第一轮2.2万亿美金纾困金大缩水 不过眼看美国政府都要关门了 还能发给大家这么多钱 他们或许真的已经尽力了 最后 我们看一看大家何时能够收到这笔钱 按照第一轮发钱的节奏 很多人在法案生效后的2到3周内收到了补助金 这个时间大概在1月20号左右 同时 还有一批依旧没有在IRS留下直接存款银行账户的纳税人们 只能等待支票接收 那这个幅度将会更加缓慢 同时 IRS还会通过平邮方式给大家寄送信件通知补助金以送达 如果没有收到钱 可以通过IRS提供的联系方式了解情况 所以 大家如果等了很久前没到账 不妨试试这种方式 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上文提到的美国政府要关门是怎么回事 我们知道 特朗普在签署9000万新冠疫情纾困金计划的同时 还签署了一份1.4万亿美金的维持运营预算案 而这份维持运营金就是用来保证美国政府正常营业为大家提供服务的 大家知道 现在正值美国疫情最为严重的时期 如果政府就此停摆 那对现如今的疫苗分发一定会受到严重影响 据悉 各州已从美国政府获得3.4亿美元 帮助抵消他们推广疫苗中承担的成本 但尽管如此 他们仍面临约80亿美元的缺口 如果停摆 国会分配资金弥补这些缺口的进程就会中断 除了这之外 还有更多恐怖的事情瞪着大家 事实上 美国政府在2018年年底已经经历了35天的停摆期 这简直成了美国人不堪回首的噩梦 全美机场 大排长龙 激进瘫痪 国家公园堆势成衫 臭不可耐 结婚离婚 通通暂停 离谱至极 可能就是这恐怖的场面让特朗普总统夜不能寐 赶快在最后一刻起来 乖乖地签署了这一连串的法案 就美国人于水火之中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